邱佳燕出道至今18年演出過不少經典台劇的 她跟曾以必娶女人《想見你》 分別拿下51和55屆金中獎 戲劇節目女主角獎 其中在《想見你》中 不僅演出高中生毫無違和感 劇中更將陳韻如與黃雨萱 彈個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 揣摩得非常到位 而近日她在熱播台劇模仿范 改調過去清純高中生的形象 化身為一個溫柔而堅定的心理師 更吸引不少粉絲關注 近期柯佳燕接受雜誌專訪時也提到 當時為了準備心理師這個角色 特地去找教授上課 演出後她更認為 這是自己今年來最滿意的一部作品 此外奉獻不少歲月在演戲 她也提到 自己慢慢學會放寬性 在面對低潮期的時候 不會糾結太久 打趣說道 所以就不要做糾結論 表示主要是在30歲過後 很多事情自己學會放慢腳步 換個角度就會發現 其實好像也沒有那麼嚴重 事實上柯佳燕除了演員 還是名作家 也曾斜槓過歌手與八三要合作歌曲 對此她被詢問到 是否還會想嘗試不一樣的事情 她則回應表示 自己有想嘗試寫劇本 因為自己有寫作的習慣 不過劇本卻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才會想嘗試看看